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节我们来报一报新闻 第一件事想问你 就是这个ChatGPT现在去到什么阶段呢? 我自己都是看新闻看回来 我自己就算用 我都是用一个很雷雯 很普罗大众的角度 自己去尝试和他谈谈 但是留意新闻都知道了 那个人去到ChatGPT4 这样的版本 说到已经可以是产生一些 视频已经是短片了 先前就是说 你可以叫透过你的文字指令 叫给你一些文字 可以是一些问一些答 可以是一些创作的作品 可以是去搜寻一些资料 然后就是说应该再进一步 原来不是限于文字的 不是文字生成器的 就是说图像 甚至乎是短片 动画 这些这样的 就看到似乎他那个表达的器官越来越多了 好像是 是啊 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想这个影响 大家真的要参与一下 举个例如 它连影像他们都可以做 那会不会将来电影 或者是所谓的那些录像 是可以有一部分是用ChatGPT去做呢 这个大家要留意 因为这个 我相信对一些工种的影响很大 不过我们要这样想 这个是双方便的 有些工种被淘汰 会不会有些工种是因为有ChatGPT而产生呢 这个是一个大家值得想的问题来的 那简单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科技那么进步 其实我们要与时并进 要适应新的环境 举个例 就根据这个年登的报导 我明白吗? 不是啊 免得弄错了 就是现在香港大学和领南大学宣布禁止 学生用这个ChatGPT作为学习用途 但是香港科技大学反而是 将这个学生用不用这个ChatGPT的决定权 交给教师自己订夺 这个带领科大成大合办社企课程的科大副教授 及高级顾问括弧创业的王岳永先生呢 应该是博士啊 Dr.Wong 就表明如果同学在下星期交的其中报告里面 著名是使用这个ChatGPT的话呢 会额外加分哦 哇 科大不贵科大 就是对这个科技的投入呢 的而且是非常之先进的 那 Dr.Wong 好像我跟你也认识他是不是? 那你就不知道你认识他多少我不知道啦 我就基本上停留在我认识他 他不会怎样认识我的阶段啦 但是呢 很早我就知道他了 就是说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了 不是这么利欠而已 就是他科技的圈子一定很小的嘛 是吧 那我可以先申报利益 Dr.Wong我们就 哇 二十多年前已经在当时的报馆里面 他都已经跟我们那个IT的部门 是做一些服务的了 所以是懂的 是啊 我说的 我那个读书时代 就是你说的那个二十多年前 就是九十年代而已 那他那个年纪 不止二十多年前 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十年 但是王岳永 Dr.Wong其实就是王石照的一位公子 王石照就是当年麗的电视 就是蕭若元那个年代 他是做这个 相等于我们今天的CEO 那这些闲话废话 免得说了 这件事本身其实我有些东西想说说的 因为呢 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理论性的问题 最近是争择得很紧 很重要 其中呢 就是我们读语言学的那位中师 Chomsky 最近写了一篇短文 和另外两位语言学教授写了一篇短文 就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 特别是ChatGPT这里 他发表了意见的 他是严厉批评这个ChatGPT 这个是高档的pagerism 高档的抄袭 对于这个问题 后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理论的 争论呢 我想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当年读语言学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Chomsky 他去创造出来的 就是人类的语言学习呢 不是归纳性的 我不是看到一千只天鹅 一万只天鹅 一百万只天鹅 是白色 所以我跟着说天鹅是白色 语言学的人类语言学根本是什么呢 是演绎的 有前提去发挥 所以那小孩一听到那个说话 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个据法的前提是什么来的 说得比较简单 但是后面很复杂的 到现在我们解释不清楚这个前提或者这个公理X 这件事不用到哪里来的 特朗普斯的解释是说 其实是天生的 人类是这样的 你试过照大一个小孩 你就感觉到这种感觉 而且你教一个小孩讲话 你不需要教同一个句式一千句 然后去中间自己在那里过滤一些东西出来的 是有一些东西他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方式 他就懂得用那个方式去表达他的意思出来的 这件事我想不只是限于一语言学那里 我想就是在我们的脑部怎样去学习 什么是一只狗 一个狗的公仔是怎样的 你要用那个归立的方法来教电脑 你要是用上十万张的图 才能够教识猫是怎样的样子 狗是怎样的样子 猫和狗有什么features不同 但是你教小朋友 你给他看见过一两次的猫 一两次的狗 再看一两次的照片 然后你用一手画一只猫狗画得很差也好 他就认得是 其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里就是说学习语言 学习语学习图像 即是泛指整个人类学习和创造的过程 我想跟我们现在的一个 用那种叫深度学习模式的那种学习方法 是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同在这里的 但是如果电脑学习 就是你要给大量的database它归纳出来 它会认出一些所谓的圖案 这个争论呢 现在在AI这个范畴和语言学范畴里面 是争论得很厉害的 不过这个节目我就不可以去到这么technical 我经常听到将来如果我比较有空一点去吸收的时候 我尝试用这些简单的方法去表达给大家听 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但是后面是很厉害的 它现在是严厉批评 但是这篇文章呢 那个技术含量很低 可能它害怕大家看不明白 所以不要讲到一些很核心的问题 所以有点失望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节很简单地说 你对于现在第4.0 出版本 你觉得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呢? 都是这样讲的 他能够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原本在文字深城的质量会是怎样的 因为一开始我们用的时候都很容易在嘲笑他 很多东西错漏白出 之所以他会给哲学家或者文人去讲这个高级抄袭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似乎那个创造过程和我们人类经历的创造过程 是相似但是不尽相同 我不是在讲一个纯粹抽象艺术的创造 我不是在讲一个纯粹抽象艺术的创造 我不是在讲一个如果现在我有个学生 真的要拿这个CHATGPT来写一篇文 那我想其中一个很容易看得出的漏洞就是说 它里面的论具本身的逻辑那个flow是怎样的 你要它将一些资料去按一个比较畅顺的序列去列出来 我想它做得到的 但是那个里面内在那种思考的过程 是当你一个人一个学生一个教授自己写出来的时候 你是其实不停地去 我们叫做testify 你自己去验证自己想的这个过程 但是这件事 这些这样的人工智能 懂不懂得去判别自己写的 有没有矛盾 有没有逻辑顺序这些这样的东西 我想它未至于不能够处理到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level 更加可能的就是说它根据它配入它的data 它左拼右臭去比对了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program 某程度上你可以说是一种program好了的一种copy and paste 左拼右臭的一些东西出来 不过那个手段是高一点 也都经历过一个数字的程序去处理这个意思 如果它的data base越高 照计它应该它是能够做得好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它现在不仅是文字上更新的能力了 是说它的图像还是产生影像的能力都同时间提高的 你问我对一个科研的人我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可能你问一个真的从事这些短片创作的人 你要去弄一段片出来 我现在想弄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有这些元素 我是想宣传一个什么的目标 那里面那个storyline你自己给出来 然后你给一个大约一个sketch 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那可能这些就会是 我预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那可能在那个技术上就真的会有一些人的工作 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现在这一刻我还未有这样的能力 你真的看没有这样的功力 或者这么说我自己不算很肯放时间在这个东西那里 因为我不用交工货 但是你要改工货 你要改工货 又这么说我现在在改工货的 但是我都知道那些问题就是你问得checkGPT来 你自己写好了那些东西 是的 那长远就是比较深入的影响 我暂时不懂它怎样去说 但是我想纯粹是当它多了那些图像和短片 和一个更加大的data base的时候 我预期是一种改进来的 但是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呢 我又要跟人口水尾看看 大家的测试报告的菜口报告是怎样的 好了那我们到期看的时候 麻烦我们找一些义务工作的人朋友 试一试 我自己就没什么心机试这件事的 OK 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之有趣的 就是日本方面有人说他们看到一块太空的石 他都不用这些技术名字的 就撞到月球里面 那这段片子也挺有趣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只知道这个新闻 但是呢 是有趣的 因为呢 撞上月亮的东西呢 何其多 但是这次最特别的就是 我们真是很准确地捕捉到的过程 那月亮呢 有东西撞到背部里呢 你是拍不到的 因为背着了我们 面向着我们的部分呢 又不是太容易看到的 那要是有时候 就是有个月上 又有盈亏 你真是被太阳照得很厉害的时候 你又不是那么容易去 就是很简单地去看到 那就是现在这次的话呢 他就看到是在那个 比较边缘的部分 就是就不是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是在旁边这样撞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看到整个撞击 那个側面的结构 就不是你好像就是在头角岭那样看下去 只是看到一个撞下去 有个坑走出来 而是你整个 就是整个撞击 整个立体的结构呢 你比较容易去看得到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 特别一些 那都挺有趣的 就是这些天文上的撞击事件呢 就 你要是 又容易看到的话呢 那撞击那件事够近呢 这次撞下月亮那件事 又相对是大小小小 而且撞的角度又对 又够光 令到我们比较容易看到 那你说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呢 我想对于那个研究 月亮尹石坑那些 那些形成呢 我想是一个宝贵的资料来的 平时我们想模仿这些撞击呢 我们在地球要做一些实验 那个实验呢 最麻烦就是 你不是用一支枪用一个子弹 去射到地上 跟着有个坑出来 找石撞出来的坑呢 是比任何子弹更快的 所以呢 你要模仿到那种 找石撞地球 找石撞月亮出来 那些坑是怎样出来的 那种热果呢 你很多时候那支枪要特制 然后你才能够重复到部分的结果 然后他理解到这个坑是对应多大的撞击 那我想这次在研究这些月球表面的坑坑那里呢 就会有个比较有用的一个记载在那里了 那以那个月球外壳的形状呢 我们看到似乎他被撞击的机率挺高的 高的呢 其实 那 简单来说 其实撞地球都高的 不过撞到地球地面的机率就低了 那这个都是佳因就是说 地球表面有个大起 那然后月球表面呢 那个大起几乎等于零 几乎是真空 它有少少极希薄的气体 因为始终都有万有引力 它留住一少少 但是基本上就不会想象到 好像我们可以累積到那么大 一张棉胎那样掩住那个表面的了 所以呢 撞的时候就没有遮掩的 就硬吃的 所以你就会看 而一支坑呢 你也没有什么那些风化作用 所以就留住坑在那里了 一直就这样给你看到 所以它那个凹凸是比地球明显的 那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运势撞下来 这个月球撞爆了呢 你说撞爆这样东西 这个你又要说爆是什么意思呢 我去想像那些日本漫画那样 就是圣斗石 会不会那么夸张 撞到它或者歪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 直接形都变成了呢 你如果去到这样的撞击呢 我估计起码那些东西 都有原谅的几个百分之大 那些是很夸张的撞击来的 然后撞出来的结果呢 它很多时候不是说整个东西会爆开了 是说它整个轨道上面有一个震荡 它可能整个轨道就变了 那对于地球来说 反而你可以就是想 会不会真的够大的时候 会不会撞爆呢 那你要记住地球本身呢 外面就有一支硬壳 里面就有软深 OK 因为有个溶硬在这里 那所以你就说会不会撞爆了一个外壳 而令到里面的东西爆出来 那对于地球来说就比较混乱 但是月亮来说 基本上整个东西本身 凝固了做一个固体的 那所以它更加像是 就是最后出来的结果 你要它整个好像一粒硬糖那样 整粒一栓爆开了 那就比较难 就是你真的要撞它 要比较大才行 那如果你纯粹打算是一粒银石撞 要撞到那些效果就更坏了 是啊 那这次看到也没什么事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到就是 撞完了就算了 不过呢 这个宇宙的星体之间的撞击 在早期的时候听闻有多少下的 是 是 对于在地球上也是 但是现在就是整个太阳系这个系统 已经是运行到了一个比较中年的时期了 所以很多原本是飞来飞去的东西 那个密度和量都少了很多 所以你看那个银石撞击事件是少的 应该是趁着时间一路少下去的 好 这次要结束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大家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